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英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独特课程,英国大学的学术魅力 二,教学模式,互动与创新的结合 三,生活必知,融入英国的日常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独特课程,英国大学的学术魅力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英国大学的独特课程和学术魅力 英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可谓是五花八门,既有严谨的学术研究,也有让人捧腹的奇葩课程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独特的学术风景线吧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这两所古老的学府不仅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学术成就文明 还以其独特的课程设置吸引了无数学子 比如,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与经济学、PP、课程 培养了无数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精英 这个课程的魅力在于它的跨学科兴 学生们可以在哲学的思辨中锻炼逻辑思维 在政治的讨论中了解权力运作 在经济的分析中掌握市场规律 可以说,PPE课程是培养全能型人才的摇篮 然而,英国大学的独特课程远不止这些 比如,杜伦大学开设了一门哈利·波特研究课程 专门研究GK·罗林的魔法世界 这门课程不仅吸引了无数哈米 还让学生们在魔法的世界中学习文学分析、社会学和文化研究 想象一下,课堂上讨论的不是莎士比亚 而是霍格沃茨的课程设置和魔法生物的生态系统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再比如,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僵尸学课程 这门课程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 探讨僵尸在流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学生们不仅要分析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僵尸形象 还要研究僵尸在不同文化中的演变 可以说,这门课程让学生们在脑洞大开的同时 也锻炼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当然,英国大学的独特课程不仅限于文学和文化研究 比如,爱丁堡大学的高尔夫管理课程 专门培养高尔夫产业的管理人才 学生们不仅要学习高尔夫的历史和规则 还要掌握赛事组织、市场营销和俱乐部管理等实用技能 对于那些既热爱高尔夫 又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的学生来说 这门课程无疑是梦想成真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英国大学的茶学课程 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英国大学开设的茶学课程 不仅教授茶叶的种植和加工 还探讨茶文化在不同社会中的传播和影响 学生们可以在品茶的过程中了解茶叶的历史和文化 真是学中有乐,乐中有学 总的来说,英国大学的独特课程 不仅展示了学术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还让学生们在学习中体验到了无穷的乐趣 无论你是对魔法世界充满向往 还是对僵尸文化感兴趣 亦或是希望在高尔夫和茶文化中找到自己的职业方向 英国大学都能为你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 所以,同学们选择课程时不妨大胆一些 去探索那些看似奇葩,却充满魅力的学术领域吧 谁知道呢,也许你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天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教学模式,互动与创新的结合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教学模式,特别是互动与创新的结合 你们可能会问,教授,这有什么好聊的? 不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吗? 哎呀,这可就大错特错了 教学可不是一锅煮的粥,而是需要精心调配的满汉全席 首先,我们来谈谈互动 互动教学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演讲 你们有没有听过满汤冠这个词? 这就像是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学生在台下昏昏欲睡 互动教学则不同,它更像是打乒乓球 老师抛出一个问题,学生接住并反击 然后老师再接住学生的回答,继续引导 这种方式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让他们在思考中学习 举个例子吧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到古代的丝绸之路 我没有直接告诉学生这条路有多重要 而是先问他们,如果你们是古代的商人 想要把丝绸卖到欧洲,你们会怎么走? 结果,学生们开始热烈讨论 有的说要走海路,有的说要走陆路 还有的说要发明一种飞行器 虽然有些答案听起来天马行空 但这正是互动的魅力所在 通过讨论,学生们不仅了解了丝绸之路的历史 还锻炼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创新 创新教学就像是给传统菜肴 加点新调料,让人耳目一新 传统的教学方法固然有其价值 但如果一成不变 难免会让人觉得乏味 创新教学则是通过引入新的技术和方法 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高效 比如说,现在很多课堂都引入了虚拟现实 VR,技术 想象一下,你们在学习古埃及历史时 不再只是看书上的图片 而是戴上VR眼镜 亲身走进金字塔,看到法老的林木 甚至还能触摸那些古老的文物 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不仅能让知识更加生动 还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再比如,翻转课堂也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 传统课堂上,老师讲课 学生回家做作业 而在翻转课堂中 学生在家通过视频学习新知识 课堂上则用来讨论和解决问题 这种方式不仅能让学生自主学习 还能让课堂时间更加高效 最后,我想说的是 互动与创新的结合 就像是教学的黄金搭档 互动让课堂充满活力 创新让学习充满乐趣 两者相辅相成 才能让教学达到最佳效果 所以,同学们 下次上课时 不妨多参与互动,积极思考 老师们也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毕竟,学习是一场充满惊喜的旅程 而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场旅程中的探险者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在学习的路上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激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生活必知融入英国的日常 好的,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 如何融入英国的日常生活 作为一位枝骨建筋的教授 我会用专业的视角和一点幽默感 带你们走进这个充满绅士风度 和下午茶的国度 首先,咱们得从最基础的开始 语言 虽然大家都说英语 但英国英语和美式英语 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比如,你在美国说pants 大家会以为你在说裤子 但在英国,大家会以为你在说内裤 所以,记得在英国要说trousers后 不然可能会引起一些尴尬的误会 接下来,我们聊聊英国人最爱的活动之一 排队 英国人对排队的热爱 简直可以写进教科书 如果你在英国看到一群人排队 不管前面是什么,你都可以放心地加入 因为排队本身就是一种社交活动 记住,插队可是大忌 会让你瞬间成为众矢之地 然后是英国的天气 英国的天气变化无常 常常是秦时多云偶震雨 所以,随身带把伞是明智之举 英国人也特别喜欢聊天气 这不仅是打破沉默的好话题 还能让你迅速融入当地人的日常对话 比如,今天真是个典型的英国天气啊 这句话几乎适用于任何一天 再来说说英国的饮食文化 英国的传统早餐非常丰盛 包括香肠、培根、鸡蛋、烤豆、蘑菇和番茄 当然还有那不可或缺的黑布丁 Black Pudding 如果你能吃完一整份英式早餐 那你绝对是个勇士 下午茶也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 记得要学会优雅的喝茶和吃三明治 千万别一口吞下去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英国的酒吧文化 英国的酒吧 PUB是社交的中心 不仅仅是喝酒的地方 更是朋友聚会 看球赛和享受音乐的好去处 点酒的时候 记得要排队 等轮到你时 可以说Pint of Lager Please或者Half Pint of Bitter Please 如果你不喝酒 也可以点一杯Soft Drink 比如柠檬水 Lamonade 或者姜汁啤酒 Ginger Beer 总的来说 融入英国的日常生活并不难 只要你尊重他们的文化习惯 学会一些基本的礼仪和语言技巧 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 希望这些小贴士能帮到你们 让你们在英国的生活 更加愉快和充实 谢谢大家的聆听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随时提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录取流程 从申请到入学的全攻略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录取流程 从申请到入学的全攻略 这可是一个充满了希望 焦虑 惊喜和偶尔的心碎的过程 就像一场马拉松 既需要耐力 也需要策略 让我们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一准备阶段 打好基础 首先 申请大学就像是准备一场盛大的宴会 你需要提前准备好所有的食材 也就是你的学术成绩 课外活动 推荐信和个人陈述 记住 招生官就像是挑剔的美食评论家 他们不仅看中你的成绩 还要看看你这个菜是否有独特的风味 幽默小插曲 有一次 我的一个学生在个人陈述中写道 我就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 嗡嗡嗡地在知识的花园里采蜜 结果招生官回信说 我们很喜欢你的比喻 但希望你在大学里能少嗡嗡多采蜜 二 选择学校 广撒网还是精准打击 接下来 你需要选择你要申请的学校 这里有两种策略 广撒网和精准打击 广撒网就是申请很多学校 希望总有一所会录取你 精准打击则是集中火力 申请集所你最想去的学校 幽默小插曲 有个学生申请了20所学校 结果收到了19封 据信和一封录取通知书 他说 我现在明白了 原来广撒网的关键在于网要勾搭 三 提交申请 细节决定成败 提交申请时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你的成败 确保所有的表格都填写完整 所有的文件都上传正确 所有的截止日期都牢记在心 幽默小插曲 有个学生在提交申请时 误把自己的宠物狗的照片上传到了个人陈述里 结果招生官回信说 我们对你的狗狗很感兴趣 但更希望了解你自己 四面试 展示真实的自己 如果你幸运地进入了面试阶段 那就要好好准备了 面试是展示你真实自我的机会 不要试图伪装成你认为招生官想看到的样子 做你自己 展示你的热情和个性 幽默小插曲 有个学生在面试时被问到 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他回答 巧克力蛋糕 虽然这个回答很幽默 但他也补充说 但我正在努力控制自己 就像我在学术上不断挑战自我一样 结果 他成功地打动了面试官 无等待结果 耐心是美德 提交申请后 你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这段时间可能会让人焦虑 但记住 耐心是美德 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提升自己 无论结果如何 你都会变得更好 幽默小插曲 有个学生在等待录取结果时 每天都在邮箱前祈祷 结果有一天 他的邮箱真的被塞满了 全市广告邮件 他说 看来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 但他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 六 收到通知 庆祝或调整 当你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时 恭喜你 这是你努力的结果 如果你不幸被拒绝 也不要气馁 每一次失败 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调整心态 继续前行 幽默小插曲 有个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激动地在家里跳起了舞 结果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 他说 看来我需要在大学里 学的不仅是知识 还有如何控制我的激动 七 入学准备 迎接新生活 最后 准备好迎接你的大学生活吧 无论你选择了哪所学校 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记住 大学不仅是学习的地方 也是成长和探索的舞台 幽默小插曲 有个学生在入学前买了一大堆书 结果发现宿舍的书架根本放不下 他说 看来我需要先学会如何整理书架 希望这些小故事和建议 能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录取流程 无论结果如何 记住 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一封录取通知书 而在于 你不断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努力 祝大家好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业问答 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当然 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这个话题就像一杯浓郁的咖啡 既让人兴奋又让人焦虑 让我们一起来品味其中的滋味吧 首先 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就像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每条路都通向不同的未来 你可能会问 教授 我该怎么选 好问题 但答案并不简单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就像我年轻时 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摇滚歌手 但最后却成了一名教授 人生的道路 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一 了解自己 首先 你需要了解自己 你喜欢什么 你擅长什么 你能忍受什么 这些问题听起来简单 但回答起来却不容易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 他想成为一名律师 因为他喜欢看 律政敲家人 我问他 你喜欢辩论吗 他说 不 我讨厌整论 于是我建议他重新考虑一下 二 市场需求 其次 你需要了解市场需求 你所选择的职业 是否有前途 是否有足够的就业机会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个朋友 他在大学时 主修了古希腊文学 毕业后 他发现 很难找到相关的工作 最后 他转行做了软件开发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从阿基里斯 到阿基米德的转变 但他现在过得很好 三 实习和实践 实习和实践 是了解职业的最佳方式 通过实习 你可以了解这个职业的实际情况 看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 记得我在大学时 曾经在一家出版社实习 那段时间让我明白了 我更喜欢写作 而不是编辑 于是 我选择了学术研究这条路 四网络和人脉 建立网络和人脉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与行业内的人交流 你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和建议 记得有一次 我在一个学术会议上 遇到了一位资深教授 他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 帮助我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五 勇于尝试 最后 不要害怕尝试和失败 人生就像是一场实验 有时候你需要试错 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个学生 他毕业后 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最后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是摄影 现在 他是一名非常成功的摄影师 总之 毕业后的职业选择 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 但只要你了解自己 了解市场 勇于尝试 你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记住 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 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故事 希望你们的故事 充满精彩和成就 祝你们好运 未来的职业道路上 愿你们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光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注意事项 留学英国的关键提示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 留学英国的那些事 作为一位枝骨见经的教授 我会用专业的视角 和一点点幽默 给大家分享一些关键提示 和有趣的故事 依英国的天气 带上你的雨伞和幽默感 首先 英国的天气 是出了名的多变 你可能早上出门时 阳光明媚 下午就被凌晨落汤机 所以 雨伞是你最好的朋友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位学生 在伦敦街头 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湿 结果他在咖啡馆里 遇到了一个同样避雨的教授 两人聊得投机 最后还成了研究伙伴 看来 雨伞不仅能挡雨 还能带来意外的惊喜呢 二因是幽默 学会校对生活 英国人以他们的幽默感著称 尤其是那种自嘲式的幽默 记得有一次 我在牛津大学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主持人开场时说 欢迎大家来到牛津 这里是一个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迷路的地方 全场哄堂大笑 学会欣赏和理解这种幽默 会让你更容易融入当地的文化 三学术严谨 别被绅士风度迷惑 英国的学术氛围非常严谨 教授们虽然看起来很绅士 但在学术上可是毫不含糊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位学生教了一篇论文 教授看了之后说 这篇论文的结构 就像英国的天气 变化多端但缺乏逻辑 所以 认真对待每一份作业和考试 别被表面的绅士风度迷惑了 四社交礼仪 茶是社交的润滑剂 在英国 喝茶是一种文化 也是一种社交礼仪 无论是学术讨论 还是朋友聚会 茶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得有一次 我在剑桥大学 参加一个下午茶会 结果因为 不懂得如何正确地搅拌茶 被一位老教授调侃了一番 你搅拌茶的方式 就像你写论文的方式 太过激进 从那以后 我不仅学会了正确的搅拌方式 还学会了 如何在社交场合中 更好的语人交流 五交通出行 左侧行驶和地铁文化 英国的交通规则 和国内不同 车辆是左侧行驶的 刚到英国时 过马路一定要小心 先看右再看左 还有 伦敦的地铁系统非常发达 但也非常复杂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位学生 在地铁站迷路 结果误打误撞进了 一个音乐会现场 最后还被邀请上台 演奏了一曲 看来 迷路也能带来意外的惊喜呢 六文化差异 尊重和包容 最后 尊重和包容 是跨文化交流的关键 英国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国家 你会遇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同学和朋友 记得有一次 我在曼彻斯特大学的 一次国际文化节上 看到一位中国学生 和一位印度学生 一起表演了一段 融合了太极和瑜伽的舞蹈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这就是文化交流的魅力所在 总之 留学英国 是一段充满挑战 和机遇的旅程 希望这些小提示和故事 能帮助你更好的适应 和享受这段经历 记住 带上你的雨伞 幽默感和开放的心态 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和惊喜吧 希望你们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中 能够享受到 丰富多样的文化和学术氛围 同时也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 实现自己的梦想 无论你是选择独特的课程 参与互动创新的教学模式 还是融入英国的日常生活和就业市场 都要记住 留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旅程 更是一次探索自我的旅程 所以 勇敢地去尝试 保持乐观和开放的心态 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个 与众不同的留学故事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内容 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问题或者经验可以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下转发表您的观看 下转发表您的观看